1498年,葡萄牙人达迦马航行到东非索马里和印度谷里,找到了通往东方的新航线。 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奉西班牙国王之命,率领船队用三年时间完成了环球航行。 明代航海事业的终止,给在这场海上归渡赛跑中落后的西方人提供了充分赶超的机会。 郑和下西洋确实是达到了一个航海和造船的顶峰。 从此没有这样大规模的下西洋,但是不等于中国人从此就放弃了海洋。 明朝政府主导的航海事业终止,并不意味着中国彻底退出海洋的舞台。 中国并没有完全失去机会,尽管政府有着严格的禁海令, 但利益的趋势仍然使一些从事民间贸易的商人铤而走险。 朝廷为了防止国寇而实现了海禁。 碍于朝廷的禁令,他们不能下海,怎么办呢? 他们往往假扮成沃寇,或者借着沃寇的势力来进行违法的武装走私。 一方面,祸患越来越严重。 另外一方面,海禁就越来越加强。 海禁一加强,祸患就更加严重,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正如大海,总是在最平静的地方掀起波涛, 历史也总是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制造转机。 海禁政策过于严厉,致使倭寇之害愈演愈烈。 公元1567年,龙庆皇帝终于招架不住重开海上贸易的呼声,宣布解除海禁, 允许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史称龙庆开海。 那么这样子呢,就意味着原来的走势贸易和佛化了。 从此出现了一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外贸易的黄金时代。 我说这是一个拐地,就是中国融入世界,融入到全球化的贸易当中,这是以前没有的。 江州粤港,位于九龙江入海口,在福建历史上,它的名气远远不及泉州港。 正是因为地处偏远山区,粤港幸运地成为了龙庆开海后唯一合法的民间对外贸易港口。 即便是异口通商,也挡不住经济贸易的勃勃生机。 当时明朝设粤港,虽然各种各样的限制很多,它给明朝的国库也是带来了丰厚的利益。 在1576年,粤港的收入是万两,1594年,也就是二十年以后,它的收入就到达了二十九万两百元,也可以说翻了好多倍。 所以当时小小的粤港被人称为千子之南库。 龙庆开海,打破了大明王朝如死水般的沉浸,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喷涌而出。 然而,粤港的开放只是明朝政府遮遮掩掩地把海外贸易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缝。 把一个港口放到一个偏远的漳州粤港,就是这个开是有所保留的,这个开是秀秀大大的。 漳州本身地方小,物产也不足,你不允许外地的商人来参与。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像一个平静一样,限制了中国的这种海商事业的发展。 当西方势力在南洋这一带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的海商和它的竞争就失去了先机,失去了力量。 和海洋隔绝了整整一个多世纪,中国的航海事业已经失去了技术和规模上的优势。 这个世纪正是西方航海事业高歌猛进的时期。 东西方的航海能力发生了逆转,中国海商面临着的对手,既是西方从事航运贸易的企业, 又是担负殖民征服的军队,失去了国家支撑的中国商人们,在困境中举步维艰。